小堂子 花露水 快 给我五百瓶 呃 您怎么要这么多 我非子多 一人一瓶才免全够 您厉害 瓶子真丑 大小姐 你撒了多少花露水 十瓶全撒了 你再给我弄十瓶 天气低就行了 多了伤皮肤 哼 你知道我家最大的优点吗 什么优点 皮靠 好了 再给我弄十瓶 瓶子换个好看的 之前的太丑了 啊 啊 白的惊心动魄 质地又盛 都是顶级 精美啊 几年前昌南匠人陶玉 烧出了类似的瓷器 震惊长安 这就是陶玉和货中初烧出来的 啊 手艺已到中师级了 是的 嗯 昌南瓷器装花露水 不错 你准备买多少钱 一千罐一瓶 每月三千瓶 你疯了 你买这么贵 供货还这么少 嘿嘿 我以稀为贵 这么大块肥肉 我要四成 老二四成 你和陶玉他们拿两成 您这不是明抢吗 伯爷 红州水军的十艘楼船被水贼袭击 顺势惨重 什么 伤亡如何 军事无意生还 岂有此理 来人 给长安发六百里加急 让老二调张亮的水师舰队来 诺 这是撤翻的两艘 其他船全部沉入湖底 诶 怎么没有水密舱 水密舱是什么 船底的数个封闭隔间 船底若被凿冲 其他隔舱也不会进水 船依然会浮在水上 哎哟 妙啊 哈哈哈哈 妙啊 这水密舱一定能让船更加安全 博言实实人牙会 近朝就有这种设计了 看见没 那边有三艘大船来送死了 看见没 那边有三艘大船来送死了 那边有三艘大船来送死了 哪里 那几艘船以前从来没见过呀 管他走 先找船 在我的地盘上去 就得把命留下跑了 今天发现水阵有十五条船跑大 是船头 抵他们下水 不好 大家游过去找船他们的船底 不好 这些人开始刀船了 让他们走 把准备好的金枝丢到水里 博言 你够缺德的 可以 十八个水阵全部抓获 嗯 你把经验总结出来 全军推广 我要颇阳湖在两个月之内 再也看不见水贼 太棒了 感谢观看